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见人眼一派的七景 然而就在近期 这片不毛之地逐渐的活跃了起来 修士的身影越来越多 尤其是各座古城逐渐热闹 客栈几乎爆满 特别是临近七霞园的这片绿洲 人满为患 许多修士不得不远走他处 巅峰对决 人族胜体与远古一战 不仅是年轻一代影响力最大的一场碰撞 也是两大种族的一次交锋 不得不堪 这并不是一个人在说 而是所有人都在议论 全都在翘首以待 因为日期临近 马上就要开始了 天南地北 浩瀚无欲 诸多种族 几乎所有修者都闻风而动 也不知有多少强者驾临 已关一场大战 这一战影响甚大 像是一块陨石自天外飞来 坠近大洋中 激起了一场席卷整颗古星的大风暴 可以说 而今举世瞩目 所有人都在期待 静等这一战开启 北域的气氛逐渐紧张 让人觉得要窒息 还有三日 七霞园就将开启战端 叶凡已经回来了 静思良久 体悟所有法门后 他手持权杖 开始戏观天庭古卷 他与齐罗合力 已经将天庭的传承补权 而今所有傲益尽险 不再是缺失的 杀精归于完美 叶凡手持时间之书 心境神祥 默默思量 杀生大树 与他的道有些相悖 但不可否认 有独到之处 以杀正道 发挥的淋漓尽致 顺世间 与地狱怎样了 他们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这段时间过于平静 他心生紧照 如果在与远古的对决中 两大神潮暴起发难 无疑将是毁灭性的 李黑水黑黑笑道 人世间遇到大麻烦了 这一远古神潮被神残岭的人盯上了 即上次被干掉一位大成王者后 而今又损失一位巨步 千丈红尘皆破碎 消息无疑是震撼的 这是难以想象的一大损失 人间有万丈红尘 这一神潮号称可丈量九千丈 共有九个小世界殿堂 神残岭高手 以抽丝剥茧秘书跟踪下去 追寻到这样一个重地 一个小世界被粉碎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出 依然是守护神残道人的那个老残 仅他一人出手而已 劈开了那个千丈红尘殿堂 消息马上就会传遍北地了 天之村有特殊的渠道 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而今外面还没有传开呢 他们却先行知道了 果然并未过多久 北域一阵骚乱 在人族圣体与远古对战前 出现这样的风波 让人们一阵惊怡 很快 神残岭旧式重提 这是他们杀死的第二位大成王者了 是否算人世间这一神朝的首脑呢 向叶凡索要不死神要 叶凡回应 让他们去神城天玄十方取缘 大成王者并非人世间的首脑 这一神朝有杀圣 有圣人级的杀手 世人皆惊 如一阵秋风扫过 让人不寒而栗 神残岭那位老道人沉默 但却并不想因此而放弃 他们的九庙不死要飞走了 而今扎根荒谷深渊上 想得麒麟要弥补 不安的北域 遭动的人心 大战将至 山雨欲来 风满楼 每一次波澜 都让人的神经一阵绷紧 叶凡和尚时间之书 看向齐罗 将人世间与地狱的线索告诉我 你想做什么呀 齐罗一惊 这些天来我体悟到一些庙述 需要去检验与尝试一番 天之村 为西年的天庭余脉 掌握了不少 关于地狱与人世间的线索 但碍于实力有限 一直阴忍不发 不能发难 我去清理一下 那些枝枝叶叶 无关大局 将可以杀掉的 给我一份名单 这倒也是啊 可以让你去寻找一下 生死战的感觉 与此同时 远古也在行动 连闯原始乎十八座 太古死官 为新年元皇考验后人所设 他顺利通过 远古在这一天 离开了原始乎 也走了出来 在大战开启前 我要让自己的血 沸腾起来才行 到时候一举杀灭人族生体 这一日 北域不安 接连发生死亡事件 生鬼族年轻一代第一人 被人一拳轰碎 堕宇族双结 被人摘掉头颅 血垫王族少主 被人一脚剁死 远古出击 一一斩杀 这些人呢 都很强大于自负 曾挑衅过 他的皇者威严 而今被他一击毙掉 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哭的一声 一座荒山中 又一片血雨飞洒 远古击杀了第三位强者 任鲜血洒落一身 他整个人充满了一股魔性 浓密的黑发 高大的神区 可怕的眼神 凝视远方 他低语道 我的斩鞋快沸腾了 人足胜体 我等你 叶凡走出天之村 手持一本生死步 按照上面索记寻找 索过之处 兴风血雨 连杀地狱与人世间的人 掀起了一股狂澜 大战将其 有这样的风波冲击 让北狱的气氛 越来越紧张了 谁都不知道 是两位将要交手的主角 在行动 荒山中一座古道观内 你是谁 几个双手沾满鲜血的老杀手 死不瞑目 他们培养了很多子弟 而今被连根拔起 此时 叶凡化为一个年轻的道士 仗戒而行 大杀四方 贫道 原始 半日后 一片古灵剑 叶凡只身毒乳 走进大地下 再次开始打开杀戒 又一处密地被挑 叶凡释出各种妙术 让这里成为一片流血的世界 浮石过百 地狱 人世间曾杀的东方爷李黑水 他们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至今磅礴 不知流落在河坊 流寇身受益处 叶凡心中有一股怒火 一直在压制 早已 聘临沸腾 这一战 叶凡从北域一直杀到中域 简直可以用血流成河来形容 杀手神潮 损失惨重 许多密地被抹平 贫道原始四个字代表了死亡 手持一本生死簿 从北向南沙 整片东方一片大乱 一个专展远古杀手神潮的年轻人 一个无情的魔王 一个转动生死轮盘的道士 名为原始 阵射霸荒 与巫使大帝差了一个字 这个名为原始的道士 在这一日引动风暴 势如破竹 所过之处 鸡血浮尸 难有人生还 李黑水担扰 小椅子杀到兴奇 别收不住啊 无妨 这一次是生死血战 神术 境界等 不是最终的仪仗 他已经意识到 故此关了一遍天庭杀精 而今 是在找那种血性的本能 成与败很简单 只在生与死间 人世间红尘万丈 纷纷嚷嚷 悲欢相伴不得解脱 一个杀手神朝 以此为好 却也代表了一种意境 一旦被他们缠上 此生便等若到了尽头 这一远古殿堂 号称可丈量红尘九千丈 一度辉煌 俯瞰天下 以诸王的头骨堆砌成 一座不朽的骨雀 而在这两日内 人世间的弟子门徒死亡不计其数 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一个名为原始的年轻道人 杀得他们怒不可遏 最终 叶凡收手了 明日就将一远古大战了 而他呢 也找到了那种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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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